不過剛剛向如有問我說食物 說實話這也還是 所以我個人是沒有什麼膚質過敏的 所以我們還是特地去查一下 到底長什麼樣子 所謂膚質過敏 其實就是麵筋 它是常常是存在我們說的 大麥 小麥當中 還有黑麥當中 麥類的混合性蛋白質 這樣說起來好像有點複雜 我們直接來看到他們的便當 到底怎麼樣吃 來做比較好了 其實一開始 這個是一般的便當 正常的便當 你看到紫菜蛋白糖 然後這個主菜 主菜這應該看起來像是魚 還有些配菜 甚至青菜等等都放進去 然後底下墊的應該就是飯了 但是我們就要來看到 這是一般居留者的飲食 而且就是真的是在3月26號 當天的這個便當 但如果是特殊無膚質的飲食的話 到底是有哪些 除了我們剛剛說一樣的 就同樣都一碗湯 這個紫菜蛋白糖 甚至包括的青菜蔬菜 這裡統統有 但是它的主菜就不太一樣 看起來應該是一個 蒸蛋之類的東西 而且 志祺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是鱈魚 基本上的話 如果以一天250塊錢的話 有這塊鱈魚 應該是夠本的 然後再來看一下 他就講說 這個居家隔離的英國女子 她入住的時候 她說她需要的是 無膚質的飲食 所以我剛剛就說了 她們跑到了30公里外的地方 去幫她買 然後中央流行 疫情的指揮中心的陳時中 她說了她強調我們沒有虧待她 後來的話 這一名英國的女子 她不曉得她媽媽 居然去跟BBC的人講 應該是講說 她媽媽跟BBC的人投訴 然後BBC就刊登了這樣的文章 她就講說 她寫了一篇 就是用手機上面 傳簡訊給防疫人員 她說真的對不起 直到今天 我對此一無所知 感謝你為我所做的一切 我申表歉意 我正在盡我所能 盡快的將其刪除 她其實上BBC上面的那一篇已經刪掉了 對 然後我們的防疫人員 他回了一個 不用擔心我們會繼續照顧你 當然全部都是用英文的 對 就表示說 其實你不用擔心 你之前的這一些東西 會讓我們對你產生了一些 什麼樣的觀感 當然社會觀感還是不太好 但是重點是 我們還是會持續照顧你 對 我們看到網路上 已經罵影片 不過我們接下來 電話連線了 我們要電聯給花蓮衛生局的副局長 中美豬他是最清楚知道這件事情的 請教一下副作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說 關於這整件事情到底 我們剛剛都是從報導上了解 但就您說的 從頭到尾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樣的 好的 我在3月18號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因為歐洲的疫情非常遠近 所以在當天就宣布入境的民眾要回溯 3月5號到3月14號 有歐洲旅遊史的要做居家檢疫 好 那當天正好18號 我們的業者就是有一家旅店 到下午大概6點鐘的時候就有 要入住外國籍的 就是今天大家非常關心的英國籍的女孩 跟澳洲籍的男生 那要入住 那業者他就提高警戒 打電話給衛生局 希望能夠讓我們去確認 他是不是需要居家檢疫 因為當天才宣布 那因為是外籍人士 所以我們又邀了警察局的外事科 一起前往 那瞭解以後 他們確實經過瞭解 他們確實是需要回溯的對象 那我們就跟他說明了必須要居家檢疫 那業者其實他是同意讓他住 但是業者需要收現金 那他就表示說他沒有現金 那我們就想 因為之前我們一直在做超前部署的 所以在3月3號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衛生局 我們就已經整理一棟要針對居無定所 還有獨居的人 如果真的需要居家檢疫的時候 我們可以安排他 所以我們就當天就安排了他 到這個居家 我們的安置所 那因為當天在刑禁當中 這個英國女孩有表示說 他對膚子的會過敏 那怎麼辦 因為我們有檢疫包 我們的檢疫包裡面有多達25項 包括女生的生理用品 泡麵等等 但是泡麵餅乾裡面都含有麥片 所謂的膚子就是 大概就是這個黑麥 小米等等 這叫膚質的 那所謂同仁就在路上到便利商店 幫他買了一罐牛奶跟兩顆柴葉蛋 將近七十塊 也是我們自費幫他買的 那就到了晚上就整理了好 就送到這個安置的地點 那安置的地點 因為他們是第一個入住的 那我們男生的那個房間有六間 其中一間是那個套房 女生的六間 其中一間是套房 所以我們就安排這個英國女孩住在套房 那當天確實熱水器是不能用 那我們就安排他到公用的 其中有一間特別有標誌 這一間是要給他用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問題 那可能第一天溝通上比較會有 就是說對食物的認知 什麼叫做這個膚質的 所以第二天 第二天開始要吃早餐中餐的時候 那業者準備的不是他可以吃的 他有反應 那到了當天的晚餐 就已經改正過來 他可以吃的 所以他其實他可以吃的 真的是很有限 他不吃肉 他是淡奶素 他只吃青菜 奶類 飯 這個蛋 真的很有限 他也不吃醬油 所以這個業者為他的這個飲食 也是很傷腦筋 但是我們都盡量配合他 其實只是一天的時間 就已經全部都改善了 所以傅作其實我個人 我看了這個新聞 我相信這個新聞在網上 在整個輿論上 也都有非常多討論 我比較擔心是 你們會不會受到 這一次的狀況的影響 心情有點大吉 昨天確實是看到這個BBC的這個新聞 我們會覺得一頭霧水 因為當天很多的問題 當下都已經解決掉了 不過在那個英國駐臺的辦事處 在18 應該19 20左右那裡 有打電話來特別關心這兩位 那我們也跟他說明 後來就沒事了 所以昨天突然看到這一則新聞 確實是當下有一點三條線 不過也許是 辛苦復座了 謝謝你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不會 不會 不過現在最新的問候宇 就是你到底有買到口罩嗎 你有買到嗎 有 有買到 現在不買不行 沒關係 夠用就好 其實事實上 我昨天還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但是搶口罩的狀況 不只在台灣發生 國外也有發生 甚至現在很多產業都加入了 抗疫的戰爭 來生產一些相關的物資 第一個我們來看到 我常買的H&M 全球動員要生產物資 他生產哪些 包括是醫療用的防護設備 而且他們要把這些物資 審給各地的醫療人員 在Prada 大家想說我個人想說 直覺聯想他是做包包的 但是他現在也是 來做一些相關的物資 防護醫來送給家戶病房 還有就是相關的集團 像是靠音集團 也投入了口罩的生產行列 他是要打算把這個口罩 希望給有需要能用到的人 另外其他的精品好像也有對不對 對 我們來看一下 LV集團 其實他 我是因為這個新聞 我才知道原來平常的時候 我很喜歡的 像嬌嵐 季凡希 然後還有DL 全部通通都是LV集團旗下的 他首先的話 就把這三個的香水線 把它改成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生產的消毒的那個噴霧器 因為香水它會有那個 你知道噴霧的那個 用噴的 對 所以的話 他就把生產線改成了這個 除此之外的話 再來看一下 他還在做什麼 你看他跟這個大陸那邊 購買了1000萬個口罩 而這1000萬個口罩 在這個禮拜的時候 已經陸續抵達了法國 除此之外的話 法國衛生部 他還要給醫療人員 總共是4000萬個 換言之的話 那還有3000萬個 他們就要從 就是自己要生產 對 然後因為我們都知道 其實歐洲人他們不戴口罩 可是他們是勤洗手的 所以基本上消毒液 是還滿常會用到的 對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Dyson Dyson的話 他也加入了 抗疫的國家隊裡頭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原本的時候Dyson 應該是吸塵器 現在吸塵器要改成生產呼吸器 他打算投產了1.5萬台的醫療用的呼吸器 來因應新冠肺炎的患者特殊的需求 然後Dyson和醫療公司 TTP合作研發的這個呼吸器 預計27號的時候 會通過了這個醫管的審核 然後再來看一下鴻海 對 鴻海的話 他們現在之前的時候 他們是在大陸來做口罩 那現在的話 他們在這個土城場好像也開始了 而且他們聽說是一天要做10萬個 對 一天又10萬個 可是他們有10條的生產線 所以預計的話 一天就可以做出100萬 所以我們真的要幫這些企業 來拍拍手 因為他們在生產自家商品的同時 其實也幫助全球的抗疫行列 但我們就要來看到的是 下一張圖卡了 其實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有延續剛剛的話題 剛剛說是鴻海 其實鴻海最早披露這個消息的時 是在PPT上 PTT上 講錯了 其實它是在這個有一個截圖 就是一個 在一個衛福部的官網上面 其實他們就說了 這個包括鴻海旗下的 紅藤精密科技的土城區頂埔廠區 來生產 包括剛剛說的時候 在3月的18 3月18號的時候 他們已經拿到了 所謂的醫療的許可證了 而且預計開10條產線 每條可以生產10萬片的話 這樣加起來一天 其實就有百萬片的扣打 百萬片的額度 所以說工業局就說 因為剛剛說了 像是之前的政策 是只要是醫療用口罩 都是必須要徵用的 所以工業局也說話說 將會徵用 但是產生的比例 還是尊重企業來怎麼決定 但如果過了徵用期之後 鴻海也說了 將會提供給新北市的弱勢民眾 還有相關的教育工作 教育的族群 還有員工 本身的員工 都是可以來使用的 甚至網友的反應 其實也都蠻逗序 蠻正面的 他說這是一個果凍隊的口罩 還有像是口罩乾淨主加一 還有很多人稱讚說 是非常有氣度的 再來我們來看到 其實說實話 現在很多人 也都想要買口罩 甚至口罩 實名制2.0網購碼 這個相關的電子產業 都是非常的發達 怎麼樣才可以免費買得到 你知道嗎 其實就是盡量使用 所謂的刷卡 還有線上的這個 電子的帳戶的來消費 包括是有封銀行 中國信託 還有台北富邦 彰化銀行 照封銀行 地銀行 其實透過這些方式 都是可以讓大家 免費來買到口罩的 甚至我們也要帶來看到 有沒有可能有 口罩實名制的3.0 而且到底要怎麼買 其實以行政院的 最新說法來說 好了 他希望可以大家買得更多 限制更少 而且方式更多元 因為在4月份的產量 就有機會到1350萬片了 那陳時中期在之前 就有透露說 希望這次可以讓大家一家 比如說一家4口 一家5口一起買 甚至一次買足就好了 不但可以降低 這個運費的負擔 同時盡量大家拿戶口 明不出來 其實就是可以買的 再來 口罩可不可以記海外 其實現在很多的 海外的留學生 也都沒有口罩可以用 所以說希望未來 打算用限制二等級的方式 曝光的模式 比較不口罩的輸出的 這樣的模式 讓海外的留學生 也可以稍微的安心一點 但是我們就要來看到 其實包括在國外很多的人 也都是在這個 封口罩的部分 所以說你看看到這個老阿嬤 是西班牙的老阿嬤 她其實有帕金森氏症 其實本身手都抖成這樣了 還是要封口罩 希望給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